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免就会翻车 一笑大方 年初的时候 TFBOYS组合中的成员 王源通过微博向粉丝分享了一则自己做牛排的短视频 结果煎出来的牛排竟然还带着写思 视频中煎牛排的过程王源讲的是头头是道 结果刀子一划 有没有真功夫 一眼就看出来了 事实上从王源在视频中带着粉丝买平底锅 牛排 大蒜等食材和工具的时候 就能猜出来 他平常是不做饭的 不然哪里还用得着在做饭前去买锅啊 只不过王源的翻车依旧不能阻止圈内明星前铺后继的踏上同一条道路 此前 在某综艺节目中 圈内正荡红的流量爱豆刘雨昕 给大家做糖醋排骨 结果毫无例外的成了翻车现场 视频中刘雨昕煎的排骨 直冒黑烟 单单是从外表上 看根本就不知道他在煎什么东西 乌漆骂黑的 妥妥的黑暗料理 但刘雨昕还有不自知的在锅里煎着 隔着老远的范城城 都跑过来问刘雨昕 是不是焦了 结果这位姐 矢口否认 这其实不是焦 不是焦难不成你还真是在给排骨上色吗 范城城都被烧焦的排骨 熏得失去表情管理了 刘雨昕还是不肯放弃挽回面子的可能 多多少少都是有点牵强了 而本以为 经历了尖焦排骨这件事情之后 刘雨昕对于秀厨仪式会收敛很多 随着新一期节目的播出 吃瓜群众显然是想多 某种程度上讲 不仅是想多了 估计都有点震惊 刘雨昕的操作了 节目中 刘雨昕给周扬青煎蛋 专业厨师出身的马天宇 就问刘雨昕想煎什么蛋 这句话的意思 明显是问刘雨昕想煎荷包蛋 还是那种炒的碎鸡蛋之类的 结果刘雨昕 回到煎鸡蛋 这可不是刘雨昕在玩梗 通过视频也不能看出 她是真的不知道煎蛋 可以分很多种类的 之所以这样说 也是因为在周扬青说 自己想吃荷包蛋后 刘雨昕依旧不停地往碗里敲鸡蛋 但凡是有点生活常识的人 都知道荷包蛋 都是一个一个间的 刘雨昕的操作 直接暴露了 她是厨房小白的本质 值得一提的是 这期间马天宇 一直在重复着荷包蛋 荷包蛋 而刘雨昕还在自顾自地往碗里打鸡蛋 甚至嘴里还念叨着要打五个 对于刘雨昕的操作 旁边的马天宇 直接看猛了 自己在旁边 一直念叨着荷包蛋 和着刘雨昕 是压根就不懂吧 煎蛋的时候 马天宇看着已经糊了的鸡蛋 小声询问刘雨昕 要不要帮忙 就连旁边的陈伟婷 都在轻声提醒 结果刘雨昕依旧不买账 不用 说的那叫一个干脆啊 而不得不提的是做这些事情时 刘雨昕全程戴着眼罩 煎蛋过程中甚至都看不清锅 也不知道 这是在干什么 盲奸 本来就不会做饭 还搞这种骚操作 有些事情不合适 其实可以及早放弃的 别再浪费粮食了啊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 10 00